嘿朋友们今天的材料是新西兰黑金鲍鱼 废话不多说啊准备配菜 一些新土豆先给它煮一下 接下来用到腌制的柠檬了 这一大罐子每次都吃不完 把柠檬白色的果皮去掉 然后切成细末 再来点龙浩和欧芹 先切碎然后再切细 柠檬香草蒜末拌入室温下软化的黄油 给它搅拌均匀 两个新西兰黑金鲍鱼啊 这两个大概是一公斤的样子 趁鲍鱼不注意啊 用大拇指从嘴部下方沿着壳猛的推入 迅速的把鲍鱼肉完整的取出来 把带有牙齿的嘴去掉 鲍鱼因为受到刺激啊 肉会紧缩成一团 把鲍鱼肉用刀拍松 松肉垂也可以 然后呢把整块的鲍鱼肉切成一到两毫米左右的薄片 这个是这道菜口感的关键 这些食材准备完毕啊 土豆也应该煮好了 把土豆切成大约半公分厚的片 在一口大小合适的锅里面多加一些油来炸这个土豆片 稍微的来一点黑胡椒和盐调味 土豆炸到边缘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我来烧热一口厚底的猪铁锅啊 如果不是拍视频的话 炸土豆和煎鲍鱼这两个步骤应该是同步进行的 放大概一半的鲍鱼下去迅速的分散 一面大概煎个30秒就够了啊 尽量把两面都煎到 然后关火不要吝啬啊 这个时候放两大勺子黄油捧合物下去 迅速的给它搅匀 不需要等到黄油完全融化啊 大概15秒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的话有的香草黄油已经焦化了 还有的是未经烹饪的状态 这都是不同层次的味道 最后啊在盘底摆上一些炸好的土豆片 然后把炒好的鲍鱼片放在上 放在上 放在上 放在上面 配上一小块柠檬 这个菜就做好了 看看这个色泽啊 想不想吃 这个炒鲍鱼片啊 就这么直接配着土豆吃也行啊 或者用一个软面包 满满的夹上鲍鱼片 黄油的奶香和焦香 香草蒜蓉的浓香 柠檬的清香 大片的鲍鱼肉又香又嫩滋味十足 一口咬下去非常的满足啊 配菜的新土豆是没有成熟的嫩土豆啊 味道有回甜 口感细腻绵软 就着啤酒当一个午餐 真是太棒了 这道菜同样是新西兰大厨 Al Brown的食谱 新鲜鲍鱼切薄片爆炒 是最好吃的方法了 中式的XO酱爆炒也超级好吃 有机会大家可以试一试 好的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